这么称呼你的女人,心里满满都是你,操准 真心爱上你的女人,和你在一起,心里甜得跟蜜一样 不仅行动上对你关怀被子,连称呼也包含了她满满的爱 这么称呼你的女人,心里满满都是你,你中了吗? 1.老公 女人称男人老公是一种依赖和信任你的表现 在她心中,你就是她想要以被子携手走下去的人 所以她把这个神圣的称呼用在了你身上 当那撒娇式的叫你老公时,说明她已经爱得离不开你了 2.亲爱的 这样腻到掉牙的称呼,只有爱撒娇的女人才叫得出 她这么称呼你,就说明她非常依赖你 和你在一起就特别开心,幸福 所以当女人这么称呼你时,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她 因为她只想成为你身边的小女人 3.傻瓜 女人叫你傻瓜并不是觉得你真的傻 而是一种妈妈宠爱女儿般宠溺的称呼 她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更乐意照顾你,关心你 可以说这样叫你的女人已经爱你入骨 对她而言值不值得并没有那么重要 她就是想对你好 4.哥哥 有很多女人都喜欢将自己心爱的男人称为哥哥 因为对女人而言,哥哥这个角色有时候比父亲还重要 她这么称呼你说明她真的很在乎你 愿意称你为身边的小女人,依赖你,跟随你 5.专属绰号 男女相处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或者特别的故事 两个人互相齐绰号也是非常常见的事 这样的专属绰号不仅证实了你在女人心中的位置 还表明她对你深深的爱意 例如我嫂子叫我哥哥 胖桃,我哥哥叫我嫂子胖天 你坐在嗨